转弯看A柱,出库看B柱,倒车看C柱 这么简单又实用的开车技巧 竟然还有很多司机朋友没有掌握 当在转弯的过程中 如果你不会判断打方向的时机 一个不注意就可能说发生寡乘 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说此时我们继续往前开的话 可能我们的轮胎就要掉下钩了 对不对 再或者说遇到直角转弯时 寡乘到墙面或者说其他障碍物 就像我这种情况 再往前走肯定会寡乘 我想许多新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其实想要避免很简单 你只要学会今天暴地所分享的转弯看A柱 出库看B柱,倒车看C柱以后 就能够有效的提升你的车展 多看多电 这大概就是你与老司机最大的差距 首先第一个转弯看A柱 当咱们开车需要转弯的时候 前方有马路牙齿怎么判断车距呢 你只需要观察前挡风玻璃和左侧A柱的夹角 当A柱的夹角和前方马路牙齿下边缘重合 此时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都不会寡秤 那如果说前方是一面墙也一样 当需要转弯时 我们的A柱夹角和前方墙面的下边缘重合时 此时方向盘打满一样可以安全的拐过去 不会发生寡秤 但记住这是一个极限距离的 如果左侧A柱已经高于前方的接地缝 就有可能寡秤到车头的风险 第二个,出库看B柱 当你开车遇到这种倒车入库需要出库时 并且两旁都挺有车辆 那么你先直线往前开 当咱们车辆的B柱遇到旁边车辆的车头或者说车尾时 咱们再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盘 这样就不会说寡秤到旁边的车辆了 遇到直角转弯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咱们车辆的B柱遇到旁边炸弯物或者说墙面 咱们一把方向也可以拐出去 地下车库旁边的柱子也是如此 B柱遇到炸弯物以后 咱们就可以安全的通过 咱们利用这个点位举反扇一下 可以提升更好的车感 第三倒车看C柱 当你倒车的时候注意观察车辆的C柱 只要C柱遇到旁边的障碍物以后 此时两者就在一条直线上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打方向盘 车尾就不会说寡秤到旁边的障碍物或者说车辆了 第四当车尾朝外出库的时候 只要A柱过了旁边车子以后再打满方向 车头也不会寡秤到旁边的车辆 第五载路回车的时候 只要旁边车辆的大灯在咱们左侧A柱夹角椅上 就可以安全通过 右侧也是同样的道理 最后抱弟提醒大家一下 咱们的A柱B柱为啥能给咱们当点位去使用呢 正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固定的实物 它们的位置不会变 所以咱们开车的时候 它一样会给咱们形成视野盲区 现在抱弟上车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盲区它的所在的位置 好我们回到车上以后 抱弟来给大家说一下 像我们A柱B柱的盲区 特别是我们左转弯的时候 左侧A柱距离我们驾驶位置比较近 对不对 行车的盲区A柱遮挡的这块就会更大 所以咱们需要拐弯的时候 一定要左右侧头观察一下 A柱后面的情况 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如果说咱们没有左右侧头观察 那么一定会撞上这边站着这个行人 咱们左右观察一下 才可以防止A柱盲区内 有人或者说其他障碍物 还有就是B柱的盲区 当你准备向左或者说向右变道的时候 咱们不能只知道看这个后镜 咱们也要看一下左右两侧B柱的盲区 咱们看一下目前这种情况 如果咱们准备向右侧变道 你观察完右侧后镜以后 发现后方没有车 咱们看一下后镜 对不对 咱们直接向右变道 那肯定会发生寡刺 咱们此时可以看到 B柱的位置是不是有一辆车的侧头 它这个位置在咱们后镜中是根本看不到的 所以咱们变道时 不仅要看变道方向的后镜 更要观察变道方向B柱的位置 去安全以后再通过 怎么样朋友们 暴地所分享的你学会了吗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 我所分享的点位 可能会根据身高体重和坐姿的不同 所看到的会有一点点的偏差 咱们新手可以找个人帮你帮忙看着实验一下 结合一下咱们的实际情况 把它变成咱们自己的东西 这样上路以后 才会更加的有把握 更好的提升你的车感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 暴地不求点赞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 萨利事故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